这绝对是全红蝉最让人心疼的一场跳水决赛 不仅遭受现场裁判 故意压分的不公对待 导致其因此痛失冠军 更是让一项情绪稳定的全红蝉 在赛后采访时委屈落泪 不过幸运的是 正当全红蝉疑似被压分的是 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时 身为国际永连裁判长的郭晶晶 及时出面发声 才让此事件得到圆满解决 而那位故意打敌分的裁判 最终得到终身禁赛并撤销职务的处罚 那么本场比赛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时间线2023年11月22号 坐标武汉体育中心 本场比赛是2023全国跳水锦标赛 女子师密跳台决赛 作为国内含金量最高的跳水赛事 全国各路顶尖高手齐聚武汉 来争夺多哈世锦赛后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全红禅和陈玉希 以及曾经的奥运冠军张佳琪 随着比赛的开始 率先出场的张佳琪 选择了难度系数3.0的107比 不愧是奥运冠军 第一跳就选择了难度系数如此高的动作 作为本场比赛的第一跳 显然张佳琪并没有找到很好的状态 发挥的中规中矩 裁判最终打出69分的分数 随后轮到压轴登场的陈玉希 她的第一跳同样选择了难度系数 3.0的107比 作为目前最炙手可热的跳水新星 看一下她的第一跳会有怎样的发挥 非常棒啊 这一跳的发挥要比预赛事好很多 水花效果处理的也不错 裁判最终打出81分的高分 最后出场的是全红禅 她的第一跳选择了和张佳琪 陈玉希同样的动作 作为出道级巅峰的全红禅 期待她的这一跳能有更好的发挥 虽然在起跳时高度不足 但好在空中的动作非常连贯 没有出现严重的失误 最终裁判打出81分的分数 在第一轮比赛结束后 全红禅陈玉希并列第一 张佳琪则排在第五名的位置 选手们在经过短暂的调整后 第二轮比赛开始 率先出场的张佳琪 选择了难度系数 3.2的407C 希望她能尽快找到状态 跳出应有的表现 不会是奥运冠军 虽然在第一跳中发挥的用力过猛 但好在她及时的调整了回来 发挥出自己应有的实力 最终裁判给到81.6的分数 随后轮到压轴登场的陈玉希 她的第二跳同样选择了 难度系数3.2的407C 面对和张佳琪同样的动作 看一下她会有怎样的发挥 依旧是非常完美 即便顶着巨大的压力 但依旧能很好地完成动作 最终裁判给到86.4的目前全场最高分 随后轮到最后出场的全红蝉 她的第二跳同样选择了 难度系数3.2的407C 作为每轮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 想必她的压力一定非常大 现在对于全红蝉来说 更多的是追求心理上的稳定和正常发挥 毕竟自身的硬实力摆在那里 最终裁判给到88的高分 两轮比赛结束后 全红蝉陈玉希依旧霸榜前二 张佳琪则是反超来到第三名的位置 选手们在经过短暂的调整后 第三轮比赛开始 率先出场的张佳琪 选择了难度系数3.3的207C 进一步的将难度提升了0.1 感觉张佳琪有点不敢跳了 整体的动作非常僵硬 并没有发挥出自身的实力 导致裁判只能给到62.7的低分 随后轮到压轴登场的陈玉希 她的第三跳选择了难度系数3.3的626C 期待陈玉希的这一跳能有更好的发挥 虽然还是很不错 但在入水时 脚尖搭过了一点点 导致水花效果控制的不好 但裁判还是给到84.15的分数 随后轮到最后登场的全红禅 她的第三跳选择了难度系数3.2的624C 虽然在难度系数上不如张佳琪 陈玉希的难度高 但还是希望全红禅能跳出更高的分数 很棒 推台非常有力 空中翻腾打开包括入水都是非常完美的 只可惜难度系数较低 导致裁判只给到81.6的分数 三轮比赛结束后 陈玉希反超全红禅来到第一名的位置 张佳琪则是滑落到第四名 选手们在经过短暂的调整后 全场最具争议的一跳开始了 好棒啊 没有问题 在刚刚结束的第四跳中 全红禅和陈玉希虽然选择了相同的动作 发挥的也难分博重 但其中一位裁判却打出了分差较大的分数 她给陈玉希打出9.5的高分 可只给全红禅打出8分 而将两位选手的动作对比后 很难用肉眼看出其中的差距 可最终陈玉希得到94.05分的全场最高分 相反全红禅只得到85.8分 这样的分数不仅引起现场观众的不满 更是影响到最后一跳比赛的走向 最终四轮比赛结束后 陈玉希拉打着自己与全红禅的分差 张佳琪依旧排名第四 选手们在经过短暂的调整后 全场最后一跳开始 率先出场的张佳琪 选择了难度系数3.2的5253B 看一下她的第五条会有怎样的发挥 很可惜张佳琪在本场比赛中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导致发挥失常 最终裁判只给到67.2分 随后轮到压轴登场的陈玉希 她选择了难度系数3.2的5253B 看一下她的最后一跳会有怎样的发挥 非常完美的一跳 起跳时非常有力 整套动作完成的也很好 最终裁判给到91.2的分数 随后轮到最后登场的是全红禅 她的第五条选择了难度系数3.2的5253B 期待在最后一跳中 全红禅能有更好的发挥 不会被前一跳影响到自己的状态 非常棒 全红禅一个完美的跳跃 结束了自己本场比赛 最终裁判给到91.2分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陈玉希以436.8分斩获冠军 全红禅则以427.6分区区亚军 张佳琪则以362.1分排名第四 小编原以为本场比赛将是火星撞地球般的对决 可没想到被裁判抢了风头 不仅故意压低全红禅的分数 导致其统视管局更是引起现场观众的不满 纷纷为全红禅打抱不平 而在赛后采访时 一向情绪稳定的全红禅罕见落泪 但她还是强装镇定般地说道 自己还是不够完美 在小小年纪遭受如此不公的对待 不禁让人心疼不已 好在身为国际永连裁判长的郭晶晶 出面里挺全红禅 才对让此事件圆满解决 故意压分的裁判 不仅受到终身禁赛的处罚 更是撤销了其裁判的身份 小编在这里也希望类似的事件不要再发生了 体育赛事应当靠实力说话 无论是全红禅还是陈玉希 在今天的发挥都很棒 同时恭喜陈玉希收获冠军 那么看完本场比赛 屏幕前的观众老爷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积极讨论 我是小区体育 让我们下一经典比赛再见 全红禅也是到了可以整顿采访界的年纪 面对越凑越近的话筒全媚中气十足 全红禅什么口味的麦菲得上赶着喂我 现在的全媚面对采访她的记者们是一点也不惯着 当记者提问拿了银牌的陈玉希有没有压力 没想到勾起了陈玉希自责的情绪 全媚双眼一瞪我刚哄好的你给我搞这出 全媚表示光顾着拿捏比赛了 忘了拿捏你们这些记者了 00后整顿采访主要的原则 就是从来不会说一句客套话 当记者想上一下价值在现场来点煽情 全媚什么是煽情我不知道啊 那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 但实际上你累吗 如果是搭档陈玉希回答起来那肯定比较官方 但全红禅竟讲大事话直接把记者整自闭了 果真全媚的精神状态现在是越来越美妙 被问到关于亲人都很支持自己的问题 也是主打一个有啥说啥 总感觉全媚的话哪里不对 但就是挑不出毛病 并且其他选手都在比赛后发表自己的心得 以及之后目标多么的远大 但全媚在乎的事情除了奥运比赛之外 也只有赶紧回家吃饭了吧 什么心愿想要去吃饭吧 我俩回家 我俩回家 谁懂这真的很符合00后的需求 并且还有记者问全媚和奥运无关的事情 比如要成年了有想过改变自己的形象吗 不是他17岁拿奥冠他到底还需要改变什么 为什么要改变 因为我觉得我做我自己就好了 我会因为年龄而去改变自己吧 果然还得是00后来整顿采访 才能给记者们都治得服服帖帖的 整天就是一些没有营养的问题 别说选手的观众都马上听烦了 别看以前的全媚倒没这么勇敢 但他的精神状态也是颠颠的 经常创造的大型空耳现场很难让人相信他才14岁 人记者问的是性格 全红缠主打一个已毒乱回 有种只顾着自己宣泄不满的感觉 我比较喜欢玩 不得不说看全媚整顿记者 觉得是运动会最有趣的事情之一 Support 但